真的非常有意思,青岛啤酒在6月15日这一天正式宣布肖战成为其品牌代言人,而在整整一个月后的7月16日,高端品牌YSL也紧随其后,正式揭晓了代言人的消息。 这样一算,两大品牌官宣代言人的时间间隔,恰恰好就是整整一个月。 尽管我们暂且不论《玉谷瑶》这部剧所引发的热烈讨论,但在肖战尚未宣布新的剧组加入和代言合作的期间,他个人的关注度仍旧居高不下。 举例而言,无论是他日常出门散步,逛超市的显示身影,还是他在社交平台分享的几张风景美图,甚至是健身房锻炼的剪影,都能迅速成为网络热搜话题。 由此可见,肖战所拥有的粉丝基础与流量效应是如此的庞大,正是因为这份超凡的人气和热度,让众多知名品牌纷纷选择与他携手合作,借此扩大品牌影响力,推动自身的营销战略。 迄今为止,肖战在本年度已成功与九个知名品牌达成合作,这一成就可谓非凡,众所周知,当前的市场环境充满挑战。 胜和成功的取得都绝非一事,也绝非一蹴而就。 然而肖战展现出了强大的决心与毅力,面对困境,他毫不退缩,不断推动自己的商业价值在一分钟实现快速增长。 这并非一时的爆发,而是他长期以来的积累和努力,逐渐将自己塑造得更加出色。 对于YSL圣罗兰这个品牌,许多人都有所耳闻,甚至曾亲身体验过他旗下的多款产品。 关于肖战与该品牌合作的消息,最初是在网络上流传的,当时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。 毕竟肖战目前手中已握有三大高端奢侈品牌,并还有其他的护肤品牌代言。 如果再选择加入同类型的品牌,岂非存在潜在的竞争冲突,实际上并非如此。 根据YSL圣罗兰官方公布的信息,肖战担任的是YSL护肤线的代言人,而非全系列产品的代言人。 尽管如此,我们仍然能够明确感受到YSL对肖战的重视和优待,他所获得的待遇堪称尊贵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是全球守卫中国籍男代言人,这在之前是前所未有的。 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打破了行业常规,使得肖战在护肤代言领域取得了双赢的局面。 YSL圣罗兰作为法国备受赞誉的顶级奢侈品牌,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庞大的忠实粉丝群体,历经六十余载的辉煌历程,其卓越品质与独特风格赢得了广泛赞誉。 这一备受推崇的品牌隶属于开营集团,该集团乃是全球奢侈品界的三大巨头之一。 值得一提的是,知名艺人肖战所代言的古池同样隶属于开营集团旗下,进一步彰显了开营集团在奢侈品领域的强大实力与广泛影响力。 除了其无与伦比的强大实力,YSL品牌还存深受欧洲皇室的青睐,作为御用品牌而备受推崇。 因此,在现有的奢侈品分类中,YSL被誉为八大红穴奢侈品牌之一,其地位不言而喻。 关于护肤品这一品类,传统观念常让人认为应由知名女艺人代言,方能凸显产品之成效。 然而,这一成就看法在时尚界与奢侈品界早已受到挑战并被打破。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,YSL品牌此次选择肖战作为其护肤品线的全球首位中国籍男代言人,这一举措无疑彰显了极高的规格与独特的眼光。 尽管许多人容易将YSL圣罗兰护肤品与NARS视作同一品牌,但实际上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品牌,分别专注于护肤和采中领域,彼此间并无冲突。 尽管这两个品牌在某些方面或许有相似之处,但值得注意的是,当YSL圣罗兰护肤线选择肖战作为代言人时,并未因他是竞品而错过这一优秀的合作机会。 这恰恰凸显了肖战的独特魅力与非凡价值,YSL圣罗兰在行业中勇于破旧力心,无论是曾经的竞争态势还是现在实现的合作共赢。 七核心始终在于精准挑选契合品牌理念的代言人,正是这一明智之举成功开启了市场新篇章。 这一点也得到了事实的验证,从该品牌官方宣布新代言人后的业绩走势便可见一般, 业绩的显著增长清晰可见,最终如同YSL圣罗兰美妆所宣扬的那样, 无视外界的束缚与定义,果敢地迈向自我突破的道路, 默默积攒力量终将爆发出今年的能量与光彩。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- 李宗盛